10年前 Sophia Chong是个毫无工作经验的新鲜人 收入不甚稳定 10年后的今天 她带领着300余人 在地产界闯出一片天 澳人的成绩更让她夺下 东盟印企业大奖的最佳企业家 以及2018风采之星 08年 第一次出来做事那种 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 又没有一个好的人是教你教的 真的这样撞出来 去见客 打电话 召唤我的朋友 到底要怎么做要怎么做 慢慢撞撞撞撞自己都吃 家都没得住 搬到朋友家住六个月 吃一餐鸡饭都要想三天那种 我永远都觉得 没有东西是做不到的 只是看你有没有用心去做 在你自己的事业身上 家庭 甚至乎你身边的所有的事情 你要懂得去面对 而不是去逃避 我不是这样的 只是独立 才有什么想做就去做 遇到什么挫折 我都会去想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人 做什么都好你没有目标 是不会成事的 你设置自己一个目标去前进 你才会有一个动力去行 我设置自己三年之后 我要什么 我未到三年我已经成功了 所以我都是常常跟我说 你如果不敢设置 你这个目标要等到十年才去实现 我们的事业的道路上是不能停的 三年前很多东西都不同了 三年之后更加多的东西不同了 三年前的你 你有没有什么改变 其实人的改变很重要 如果你不学会怎么去改变自己 不要踏足的第一步去改变 那事情永远都不会好 其实我就是没有一个好的领导 我才希望我可以做到这件事 去站出来去教他们 怎样去做销 怎样买东西 大家坐在一起 你是帮他开路的人 甚至乎带领他整班人去赚钱 找到他的目标出来 找到他的将来 通常我拿到的项目都是独家 独家他们就不需要面对太多 其他公司一起去卖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会先看完 我自己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出到街的 出到货的 那他们的问题已经减少了 这家公司是教他们 不只是教他们卖东西 是教他们怎么做人 到底做人最基本要的是什么 责任 坚持 无论做哪个行业 老板就重要过你的工作 因为一个工作可能是好的 但是你没有一个领袖 没有一个好的老板 可以跟你分享他的经验 或找给你一些指导 你在人生中是不会去到远的 老板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而且他很努力 在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就让我找到我自己的目标 那时候 因为刚刚开始 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做 然后我们有一个团队 然后我们有特别留下来 但他也是一起留下来 一起做一样的东西 把那个事情快点做完 快点解决掉 老板他会教好每一个员工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他会保证每一个都赚到钱 就是说到做到的人 所以跟着这样子的老板 其实只要肯做 就一定会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充尽力 就是对于员工 对于工作的要求 可能是对于业绩的要求 也可能对于细节完成的要求 有很大的差别 将有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一起去充 把这里会有 当然是想做全马第一 但是做什么之前 想了一些公司 他们是不是真的跟我一起 在后面一起走 当你看到他们好像开花结果 你那种光荣和开心 很加人用几个字去形容 觉得儿子好像大了 真的懂得走 找到他的目标 找到他的将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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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